平溪縣有名的小火車 是對三叼林到金桶 以前是全部用來載煤鍋 到現在已經有90多年的速度 對平溪區的居民來說 這條鐵路非常重要 不然帶來觀光的人潮 而且是當地人對我 很重要的交通方式 這條小火車 可以看到美麗的瀑布 和酒石的梅礦場 可以說是台灣老婆 風景最美的鐵路上 人家在說平溪喔 是一條鐵路兩條花 三個爪頭就四條街喔 今天阿粉來到平溪 很多人一定想說 我是要來放天燈對不對 放天燈喔 沒有空氣 會要做天燈 那才了不起喔 其實阿粉今天最主要的 就是要來找一位 專門在做天燈的達人 我要請他跟我做 環保天燈 走 平溪區大部分都是山地 因為受到基隆河侵蝕 三線很多斷層和虎穴 還加上瀑布也很多 讓這裡有瀑布之鄉的稱呼 其實基隆河尚有水勢端幾 來到平溪這個地方 水勢變慢 所以這裡就叫好名叫做平溪 觀眾朋友你有看到嗎 阿粉現在已經來到天燈達人的店 就是岳清老師的店 你看看這麼多天燈 天燈喔 不然可以放完以外 還可以做燈灶 還可以做燈籠喔 如果不小心喔 對阿粉來看看 登登登登 走 岳清老師喔 你好我是阿粉 阿粉你好 我想要來跟妳學做天燈好不好 好沒問題 妳現在在拔這就是天燈喔 對 這天燈這算小顆的喔 對 這就是 我們也可以像我們資源回收的火山布 火山布 火山布 對 所以這是資源回收的火山 真的是雨傘布耶 對 這也可以做天燈喔 對 可以做起來做一個燈灶 這可以當燈灶啦 想不到做天燈 還可以檢測環保 老闆娘說 他做燈灶回收已經有四年多 無怪有環保概念 月薪師姐也跟人做天燈 也對天燈的歷史很了解 阿粉啊 趕快來想哭喔 因為我對天燈的由來很好奇 為什麼會有天燈 天燈喔 這 我要說 古早 古早的時候 因為山頂就是 為了說 山頂都會來 山菜來節涼 所以說就是 像我拿古早這種天燈給妳看 喔 這還有分現代到古早喔 對 古早就是都這種天燈 古早就是這種天燈 嗯 山菜要來節涼 大家都會走去麥 啊麥 為了像說 為了要報平安的時候 都會用這個天燈來做信號 喔 意思就是說 天燈把它放上去 就知道說 我們人平安啊 對 每年的正夜食物 都會用來做祈福作用 我知道說喔 我們這裡附近有一個環保點啊 好像在鐵機旁邊喔 沒有門牌 也沒有招牌耶 欸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個小小的那個 那個天燈 來當它的門牌 可以啊 也可以 裡面也可以提字啊 喔 也可以提字喔 對啊 好啊 那我一定要寫那個祝福的話 好 好 好 這樣我們現在先把它黏 先黏起來就對了 我先把妳拿這個 這個先把它固定一下 先固定 這不是普通膏喔 不是 所以一定很黏 對不對 對 直接把它 就直接黏上來 就直接黏上來 喔 因為這個是回收的雨傘布 所以它並不是我們剪裁出來的那個規格 嗯 齁 所以做起來一定會這樣黏黏 沒關係 大概就好了 因為生意有夠 最重要 古早的人在說 生意吃水甜 齁 會不會這樣做那個燈籠做到天亮啊 呵呵呵 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啦 阿虹那做天燈實在是說卡龍手 好感到 有老闆娘的生意來到三角 才能完成這兩個可愛的環保天燈 老闆娘雖然做工作很沒用 但是只要有用 它就會向附近的店家宣導環保 回收累積到一定的量 它就會卡電圍給民族師姐 民族師姐是平溪的第一顆環保種子 聽說喔 它都是坐灰車在守環保喔 坐灰車在守環保喔 坐灰車在守環保喔 對喔 還有多輕鬆耶 還可以唱歌 唱歌 來 我幫你搭歌一下 阿虹那先對民族師姐 來去坐灰車去試圖 順順找人感 到對外的天燈上頭 是要寫什麼禮 送給環保店做問題呢 我們現在這裡就是平溪老街 我們要去那個 吳派師姐那裡 吳媽媽妳好 吳媽媽來幫妳請回收 那為什麼要來這裡收 去老朋友啦 因為他們這裡 假日人很多 他就跟我說 民族師姐 他看這裡也有啊 有子女什麼 我好啊好啊 吳媽媽我只能說 你覺得店開在這裡 你看看 很漂亮對不對 但是你看這是什麼 店面美化認證耶 但是說你的店 是很多 很乾淨的 都沒有本手對不對 對 因為本手都 民族師姐 收去 所以 所以這裡的店面美化 就是因為 有在做自然回收 是不是 對 這裡都在滷火喔 對啊 這裡的六天氣 很滷滷 很滷滷喔 我們平時有什麼第三個嗎 有 鹹筍 鹹筍 對 山藥 山藥 還有茶 茶是什麼 茶米喔 對 阿倫啊 快一點喔 好 那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好 我們現在要收什麼 在哪裡 收這個回收的 好 是 就是 各盤法 我們農會啊 對 我們直接像紫蟹 這個 紫香等等的 然後 還有一般的紫獵 那我們都有做一些分類 好 然後也歡迎我們來 師姐到這邊來 做回收 感謝你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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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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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姐 您是說要帶我來這裡 要帶我去 10分 10分 欸 現在時間會浮嗎 會浮 會浮 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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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以前是 平日子退休的 所以你都知道幾點幾點 就對了 民族師姐的爸爸 以前是這裡的礦工 也因為這樣 實在在平溪出事 很高 而且他跟全市 都是台鐵員工 對平溪 社年美一站 都很熟悉喔 我帶你去前面看一下 那個溪很漂亮喔 那個前面的溪 對對對 有有有 在這邊我們就可以看得到 好 所以沿路都有東西可以吸 對對對 很漂亮 那如果同事看著 你在叫那裡走 有什麼反應嗎 有啊 他說 欸 你說你怎麼退休了 怎麼變成在 撿這個子類啊 我說 我是在救地球 因為我聽那個 建源法師說 我們要趕快來做環保 聽上人這樣講 我就很開心 在五年前 台北木柵區的慈濟師兄師姐 來到平溪辦愛撒活動 對那個時候開始 民族師姐就變成平溪的 第一顆環保種子 也因為兵兵時熱心助忍 國家像以前在台鐵上班 人員很好 就算說退休了 勞動師也都很累心在大三天 這是十分讚 對 十分幸福 十分幸福喔 對對對 十分幸福 站長 吃飯了 好 站長 總部 我們來了 要來收 回收 回收 支援回收 在這裡 好 沒有好 好 你要放 來 胡先生 參主我們在這裡做這個 自然回收 對你們怎麼會做什麼影響 還好 因為這個空間的時候 我們都會做一些回收 車家裡面都是很多的嘛 還有很累啊 我們這裡有什麼特色嗎 不是啊 就是 像這個比賽區 都錄了時代上現在有 哦 什麼東西你帶我來看看 對 對 哦 你不是時代到現在 所以它是古董喔 古董 古董 這是古董喔 這是三級古董 最古董的 鐵路的必殺方式 嗯哼 就這樣子 就是要兩站來配合 一站算對 然後每次一站 誰辦法拿出來 就是這個 所以說是錄牌 開車平鎮 三交零跟十分 對 這很重耶 然後呢 就代表說 開車平鎮 我這個站拿到這個路牌以後 我這個火車才可以 往三吊零方向開 所以這個東西都 一滿火車對撞 哦 所以它只是一個指示的 一個標示就對了 是平鎮 平鎮就對了 一樣三吊零也有一台 跟這個一樣 但是我這個路牌 我拿得出來的時候 它拿不出來 所以當時我們要開到 三吊零的時候 三吊零 三吊零它那邊 它要送電給我們 它送電給我們的時候 我們這邊才有辦法解鎖 接著這個材料把它拉出來 路牌才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 就是我知道了 路牌在誰的手上 誰才可以開車 對 對不對 從哪裡上去 看一邊這樣 看人家坐那邊 人家坐那邊 我就放在那個空間 沒站到人的地方 就放在旁邊 對 對 對 感謝你囉 謝謝 謝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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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有時候 遊客亂丟 我就去 看他們亂丟 我就去 忠實一下 對 環境也會比較乾淨 火車來了 那有 來了 欸 真的是來行的喔 他背對著火車 就告訴我火車來了 靠近靠近 不客是這裡的人 對 對啊 火車來了 火車來了 我們兩個一起在看喔 OK 金銅站是平溪線的終點站 民國18年設立 是金銅煤礦場的轉運站 勝算的金銅車站立足 已經超過八十年 由我們保留過去 日本時代的外觀 是台灣目前村下來 四個木造火車站之一 好 這裡就是金銅最後一站 最後一站 對 他都叫我們主席 他叫我來收 這樣喔 來收 我有辦法拿 拿鐵也不煩 因為他開那個脊椎 他都每天 都讓我們這裡 我們這裡叫這樣 平間有辦法 拿鐵也不煩 阿嬤 阿嬤 等一下你喔 你那裡叫的時候 你自己就要洗你 對 好嗎 你自己拔拔 他都叫阿嬤 拔拔的時候 你自己脊椎也要保護 好嗎 好嗎 好 好 我沒自己叫 你自己叫的喔 好 謝謝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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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來回家的環保殿 環保殿在哪裡 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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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再兩分鐘就到了 環保殿也在鐵去下旁 對 小小電 那裡台前線 平溪線 全部都灰荒 對 整個都灰荒 對 半邊啦 差不多半臉 對 很棒耶 自己擠的人哪有那麼多 對啦 我都用推的 這很棒耶 我的手很痛 我來就好了 我來就好 手就痛了 我來就好 吳師兄來了 吳師兄 以前都是那個乙棚 乙棚做搭的 所以這個都會濕掉 然後就是這位吳師兄 他就是去收這個 有的埋的 有的都是 這個都是他 他做的 他用的啦 這裡就是平溪 有一個環保殿 就在金銅車站 附近的鐵基路邊 阿倫剛才走的天燈 就是要掛在這裡做問題 因為山區常常落後 做環保很不方便 民主師姐邀請他 做目光的五阿黃師兄 來搭三角 替環保殿去處頂 吳師兄 吳師兄 阿倫你怎麼想要撞了呢 我是說 以前就是 就是撞椅子 那椅子 風太來就倒去了 那倒去就不完全了 不完全是說 不算炒好了 所以以前我們辛苦了 現在我們 我們 我們可以過 壓力更好棒 這樣 吳師兄 你說你待會要再環保 阿倫阿倫你來好嗎 好 好 好 安靜了 好 好 好 收抓幫 抓幫 抓幫喔 對抓幫 好 抓幫 沒關係 有就來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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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給它卡住 對 師兄 你有這個爆棚很好吃嗎 對啊 我這個不怕擠的才送爆棚 好 但我希望會不會你會擠的 好感恩感恩 謝謝感恩 好感恩感恩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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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師兄 阿你以前在做什麼 做拖床貼儀的 拖床 對啊 就是那個拖孔是不是 對 拖孔貼 這個大洋拖孔 這個以前在這裡做三萬桌 台灣全是這個最大的 這個算是大洋的 大洋 大洋這洋最大洋 現在放在那裡 這個放在那裡 這個放在那裡 所以以前這裡是很歡迎 對 以前 以前這裡 人喔 這個拖床貼在這裡 人們差不多有 有八千幾人 就可以都留在我們 菜市場 那些雞子都放在那裡 什麼東西就有了 這都已經 對 都淫水 這都淫水 哦 開鞋大底石 這是骨子 不對 石底大鞋坑 這個石底大鞋坑 是1937年開始開歪的 坑內總長度5公里 寬1.5公里 深度有1公里 這麼高 是從台灣開菜最高 也是深度最深 面積最廣的一個礦坑 那時候我去 裡面裡面不是人 出來才是人 以前有多難 怎麼說 裡面不知道死了 我不知道 因為裡面的地方死了 如果他在鞋子走 他在鞋子走 如果鞋子走不好 鞋子走 他就 滑頭就會滑下來 跟它滑下去 真的嗎 以前不知道說 有的說 很辛苦 對啊很辛苦 你如果不去坐 不去做事 我們一家不倒要要 如果要去做事 我們一個 回來 不知道 有的名字回來 沒有的名字回來 不知道 不知道再以前人說 對 鞋子頭就開幾乎 開幾乎就開幾乎 開幾乎就開幾乎 但是你很有法步 你不開我 你還在家裡做環保 有的 我們店也在新年做 真的嗎 對 我們店 我要為天燈提字 但是不知道要寫什麼才好 如果要學生理 就要好好學 這裡就是金銅國小 我就是來這裡找人家 這裡就是金銅寶貝班 就是他們的幼稚園班 聽說今天在上環保課 我們現在來看看 走 金銅國小幼稚園的小朋友 每禮拜都會從家來 帶回修來學學 聽沈主任說 他們讓小朋友 玩中學 學中做 對遊戲裡面 來知道什麼是環保 然後現在就來看 這張可愛的小朋友 到底有得按照他們 那蘇芬姐姐呢 現在要跟你們玩一個遊戲 叫大風吹好不好 好 你們會不會玩 不會 好 那現在蘇芬姐姐先把這個椅子拿走 我先當鬼好不好 好 那大風吹吹到誰 誰要注意聽囉 要注意聽 大風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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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帶紙板還有電池的人 紙板 沒有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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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板跟電池 紙板 紙板 對 沒有電池 現在換你當鬼 大風吹 吹 蘇芝莱打客人 蘇芝莱打客人 大風吹 吹 吹 吹有帶風吹 他也趕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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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那麼棒啊 你讓位子給妹妹做是不是 好棒喔 大風吹 吹 吹 誰最愛地球 趕快做位子 都有位子 都是愛地球的人 對 我們就是透過一些 例如說語言的遊戲 或者是 就是很像 像你剛剛 大風吹的遊戲 然後他們就是 覺得有趣 有趣好玩 以後我們再來講說 這是什麼呢 要怎麼樣 要怎麼樣回收 他們就會記得比較老 因為他們覺得有趣就會想學 我覺得幼稚園很好 就是從幼稚園小小朋友 然後把這個環保觀念 帶給小朋友 再帶回家庭 每個家庭 然後小朋友他們學得很好 對 所以小朋友去帶動自己的阿公 對 很重要 因為當小朋友說 阿公那不可以 等... 不是說讓他回收 阿公自己的姐夫 不好意思 阿公其實知道 可是因為他還沒有養成那個習慣 那小朋友是最 最容易建立習慣 從小開始就習慣了 金融國小頂頭 就是我們的環保店 聽說今天有很多環保菩薩 在這裡做環保 我們來問明珠師姐 環保這天都哪裡來的? 都在這裡附近還有平溪 平溪 還有這裡附近的金銅附近 金銅白石 平溪 都有 每禮拜都會來這裡做環保 都會到時 明珠師姐 你跟他介紹我們的環保菩薩 好 好 這些都是大菩薩 好 菩薩 阿嬤 你好 阿嬤 你身份在這裡是穿什麼 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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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開土靈魂 開土靈魂 開土靈魂 你開土靈魂 怎麼會在家裡的那些靈魂 怎麼會來做環保 我身體不好 都可以來做 喔 身體不好 都可以來做 來做 身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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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知道都可以來做 好 阿嬤真是阿嬤真是好有智慧 阿嬤很給你 你身體快快好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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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姑 師姐 你在做什麼 做圓堡 這是三鹹水 這是三鹹水 你這裡要三鹹水 對 好 好 清淨在源頭 師姑 還有師姐 我跟你們說 你們在這裡做環保 也是要整理喔 好 因為這裡是天氣落地 知道 好 還是要小心好不好 好 環保愛走 但是我們的安全 還是要注意喔 好 好 好 我們這裡有人會放天燈 天燈 上頭都會寫願望 那如果一個天燈讓你寫願望 你會寫什麼 其實那個我不會去放那天燈 我們在地燈 我是覺得 什麼事也是要自己心裡去做啦 你放那個天燈 請求什麼 要看自己前世有沒有福報的這一次 要修 這一次要修 下去的福報 收 收 收好 這次才是真的啦 有時間 我們就是要出去 不要說 為了一個小事情 我們今天不能去 我就不去 那計畫就沒有了 對不對 人生難得 短短的時間 人生要觀無常 師父說 無常 習慣 不要說一直製作 這個是我的 那個是我的 不必 這就是我們的環保智慧 環保菩薩的智慧啦 他要把時間 對 身體力行 然後去做 這邊都洗好了耶 都洗好了 所以要來去 我們家 我們家很累 謝謝 今天 阿芬坐著平溪小火車 跟明珠師姐去遊覽 尋殺做環保 也參觀舊礦坑 看到這裡的環保之間 都很清澈 很幸福 雖然躲在山裡面 大家都為到環保 同心協力 打拚的付出 真的是很感人耶 阿芬現在想到 要在天燈上頭 寫什麼日子 小白保 智慧 寫什麼日子 啊